台北市长蒋王安亲自表扬市区公车评件优等的6家客运业者 根据统计台北市公车的平均日运量已经达到104万人次 即北北淘1200元都汇通上路28天也售出超过45万张 显见公共运输量逐渐复苏 为了提供市民更优质的运输服务 同时兼顾环保减碳 蒋王安宣布今年台北市将以达到650辆电动公车投入运营为目标 我们在大众运输层面优先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 目前电动公车数量也已经突破了400辆大关 共有21条公车路线 18座电动公车充电战场 以及总计441辆电动公车投入营运 数量是全国第一 另外我们还在筹备当中 209辆电动公车预计于 今年将全数上路 我们今年将以达成全市650辆台电动公车为目标 估算一年可达成等同于42座大安森林公园的碳吸收量 跟全球城市共同承担减碳的义务 交换案进一步表示台北市民最关注的市政议题中交通永远排名第一 这显示公共运输及大家关注的行人友善环境等 是北市府执政的重中之重 包括环保 居住 经济 育儿 交通 交通永远第一名 而且跟第二名差距都是非常大 所以表示市民朋友每天面对交通公共运输是大家的日常 所以不管是服务的品质 搭乘的便利性 价格 通勤成本 交通永迟等等 包括现在大家关心的行人友善的环境 都是我们市政重中之重 台北市目前已经有3065辆无障碍公车上路 展现服务行政府关怀弱势的一面 讲完其免 客运业者继续秉持服务市民的精神 协助打造台北市成为一座温暖城市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